茅台回应 并未出台股东可购飞天茅台的政策 近日 有报道称推出股东政策 持有一百股级以上茅台股票的股东 可以购买两瓶飞天茅台酒 记者从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获悉 近期有股东打电话或发邮件 到董事会办公室提出购酒需求 董事会办公室将有购酒需求的股东信息 可以送给其所在城市的 有股东在自营店购酒成功 12月18日傍晚 市场传出王海股东可以平价购买 500毫升53度飞天茅台的消息 并称已有股东接到取酒电话 目前评价购酒依然很难 实际情况是有渠道 但评价茅台没有货 投资联可直接给贵州茅台总立办 打电话做预约购酒登记 同时 股东所在地区的直营店 也会和股东进行联系 据贵州茅台今年三季报显示 截至2021年9月30日 公司普丰谷股东总数为17.53万 目前已经由小股东在13日就接到了电话 并于15日从茅台直营专卖店拿到了酒 身处北京的茅台股东闻先生 向红周刊表示 他还没接到茅台的电话 但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这是茅台年底向股东发的红包 虽然只有两瓶 但可以看出公司对股东的重视和尊重 作为股东我是初次体验到 和普通消费者的不同了 此前 确实有股东因为买不到评价茅茅台酒而抱怨 对于本次活动 也有不厌俱名的小股东 对红周刊表示 希望茅台一定要准备足够的酒 不要抢购 只要酒足够 股东都有份 大家都有耐心等的